我们还是把他送到公屋之家去 你说好不好 等到你毕业以后呢 我们再也好 可以吗 不行啦不行啦 妈咪我说 这太有感情了 这像我们的小朋友是一样 你没有把他送送吗 发演一条一定能乱扬 没有啦 我从1947啊 这个就是为了工作嘛 对不对 这些戏友们的对话 就像我们民众生活日常 通过长辈的演绎 说出心理感受 这是台北市松山健康服务中心 和台北偶戏馆合作规划的 偶戏治疗课程 为忧郁及轻度失智长者的情绪 找到出口 改善低落欲足的心情 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松青福伦社合作 结合了台北偶戏馆 还有我们的大兴居家 职能治疗所 我们为了就是 忧郁还有轻度失智长者 规划了偶戏的治疗课程 透过制作那个偶戏 还有细说生活的故事 来帮长者在情绪上 找到出口改善忧郁 透过我们制作的课程 设计衣服到里面的机关 然后一直到他们完成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老人 譬如说有男性的部分 他从来没有拿过针线的 然后在一个这样的 整个过程之下 他们也愿意就是主动的去 所以我们透过怎么样动手 然后脑 然后透过一个整个 关于他们自身的故事 然后怎么样把它结合 跟偶戏在一起 所以他其实在 操偶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除了要想故事 然后背台词 然后透过偶去传达他 透过偶这个自我 他要去传达给 大家他们到底 想要讲的这件事情 课程包括戏偶制作 可以训练长者手部肌肉 提升创造力和专注力 再透过偶戏剧情 引导长辈说出 心理感受和经验分享 增进忍机互动与表达能力 同时活化大脑 回忆生活 延缓失智症与改善生活品质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